剛才我們見到網友 有個網友可能不喜歡聽我的節目 在那裡吵 那麽比吉他網友搞 那麽我就不想吵得那麽辛苦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Rabbit Yang 你不喜歡聽就不要聽 你說他很喜歡阿正 那麽你就聽最重要的消息 那麽簡單 那麽當然你們不要以為真是喜歡阿正 這些混蛋是來搞事的 老實講 即是如果我們有些聽眾 他原來不是來搞事是真心的 那麽低質素還要寫出來 或者有時候我見到 說我們的嘉賓不好聽 譬如我不在那裏有些嘉賓上來 我覺得很多人都很欣賺 但當然有些人說你不算好聽 你可以這樣就不好聽 就不要在一個track room 那麽我真是很不喜歡 那些嘉賓見到又怎麽呢 這些用六個字形容 叫做有爺三不吵架 這些fans我不要就罷了 是吧?不要想聽 難得 又沒有居馬費 叫人家上來幫你做節目 你正好聽就不聽 基本上是做人的禮貌 看節目又不用錢 那麽你不聽就不要聽 你在那裏說阿正 叫你回來阿正 你很不尊重人 亦都很不尊重自己 其實就只不過是因為 你在一個track room 你走出來又不夠僵 那時候爭著說話 叫你女兒走出來 你跟我說 我一個都沒見過 在一個track room 到你這樣 其實很簡單 你不喜歡聽就不要聽 那阿正就有節目 他自己最討厭的消息 你就慢慢聽 約他出來 如果你是女兒的話 OK 好了 好了